我们看下这题目 是求两交点坐标为1256 且长周长为8 这椭圆的短轴方程式与正交悬场 那么首先 这两交点我们标示在这里 这个我们假设是F1 这坐标是12 这个交点我们假设是F2 这坐标是56 这时候 这两交点的终点 会是这椭圆的中心 所以呢我们利用中顶公式 我们算出 这椭圆的中心坐标为 这是34 那么我们要求短轴方程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求F1 F2 这个直线的斜率 那么F1 F2 这个直线的斜率 这是等于 这是F坐标差分之Y坐标差 所以呢这是5减1分之6减2 那么这等于 这是4分之4 那么这等于1 因此呢 我们假设短轴 这个直线的斜率为M 那么M乘以1 这要等于负1 因为长轴与短轴呢会互相垂直 因此斜率相乘要等于负1 那么这里我们算出 这M呢是等于负1 那么斜率为负1 又通过这个点 所以我们利用点斜式 我们写下 这短轴方程式为 这是Y减4 等于M M是负1 所以用负1去乘以 就是X减3 那么乘开来 我们得到Y减4 这等于 就是负X加3 所以呢 我们把负X加3 整个移向过去 我们就算出 这短轴方程式为 X加Y 然后减4再减3 这是减7 然后这等于0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求 正交轩长 那么以之 长头长为8 所以呢 这是2A 等于8 那么A 是等于4 所以A平方 这等于16 那么 我们求 这中心 到一个交点的距离 那么这是C 那我们直接计算 C平方 我们利用两眼间距离公式 这距离的平方 这等于 3-1 然后取平方 所以呢 2的平方 这是4 然后加上 4-2 然后取平方 所以这是2的平方 这是4 所以我们算出 这是等于8 那么B平方 这是等于 A平方 3-C平方 那么这等于 16-8 这是8 那么 正交轩长为 A分之2B平方 所以呢 我们带进来 这A 是等于4 2乘以 B平方 这是8 所以呢 我们算出 这正交轩长 这是等于4 最后 等于 3-C平方 3-C平方